正好学佛 所以佛说说 苦是我们修行的祝愿 我们要转苦为乐 好不好啊 所以一日一夜 以这种伟大的菩提心 受持把万在界 得到五方佛 乃至大悲大愿 地藏王菩萨 莲花生大师的加持 快不快乐 那我们就开始利益众生 不是光今天 来 短暂受戒 长期发心 永远这样好不好啊 那我们马来西亚 不得了了 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 永远记住 八观在界 等一下各位得到戒体的时候 本来这个 我们是黑暗肮脏的 但是因为我们忏悔了 得到戒体 翻转法界 了解吗 整个法界变清净了 一个人守八观在界 这个叫戒体的不可思议 所以有更多人来守八观在界 那就一直在进化这个社会 因为叫入法界提性的力量 融入于法界的力量 那你就再念一下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照 前面还有两句 若人欲了之 三是一切佛 如果各位要了解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如何利益整个法界呢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照 你要把你的心 保持在这样子的 灾界的菩提心 世界会不会改变 你要相信 相信的人不会烦恼 医生说 你得癌症 末期 在七天就要死了 赶快住院 好 干嘛 七天守八观在界 很发心 守八观在界 再来找医生 医生说 你去找哪一个医生 阿弥陀佛 我受八观在界 为什么 因为七日七夜 入禅定 这种悲心 转化一切 相不相信 所以各位 别怕了 不要再怕了 因为这个叫无畏 但是有些人 就被病打倒 啊 要安装 怎么办 我怎么办 然后你就倒了 所以各位 不要烦恼 依教奉行 前程忏悔 归于受戒 好不好 转化念头 但是所谓转化 不是死或不死 病或不病 而是死亡 可以让你往生净土 生病 可以消众生的业障 好起来 可以继续利益众生 要随缘 接受因果 但是尽力 永远记住 你千万不要说 师父 我所玩八观在界 我老公会不会回来找我 那你这个 有所求 不清静 因为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努力的手 八观在界 一切 随缘 要么你老公就走了 你可以守一辈子了 可以专心修行了 要么你老公 就成为一个佛教徒 好好来护持你 这样 有各种的可能 但是对你来讲 一切都会变成住缘 而不是说 我规定一定要怎么样 了解吗 比如说你喜欢喝甜的 但是你现在糖尿病 所以佛要给你咸的 了解吗 你不要说我喜欢甜的 那你就说甜的也好 咸的也好 我都接受 但是在因上 我努力的持戒 发心 我接受所有的结果 这个叫空观心 昨天念了 观万法的本体 而不执着那个 我要我不要的相 以这样的空观心 来生起慈悲心 这样来念咒 那各位这一点 这个灾的意思 要抓得很清楚 所以呢 辛其则无烦恼猪肉夜音 各位要保持内心的清静 如佛一样的圆满功德 而不起分别 因为你是分别贪嗔之 那你要堕落轮回了 所以 十二夜最后一样 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秉治虔诚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虐心保持六念法 好不好 各位今天来 带了很多钱要来布施 结果被偷了 太好了 随缘 要讲吗 保持正念 你不要一直想 那安呢 我怎么那么倒霉 到底谁偷了 我这么多人都变小偷 结果找了老半天 原来你放在厕所 所以你还怪别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 那各位要保持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离开 不离开正念 正念是什么 来 不离大悲菩提心 不离空性观照 你要保持正念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被变化无常打倒 好不好 如如不动 回去买一个不倒翁 它永远会回来的 如如不动 所以以后你就把这个不倒翁 放在你老公面前 你老公说 干嘛 不管你怎么样 我还是不会动 我摇来又摇去 我还是这样子 去吧 但是如果说 哦 不行 你不要离开我 那你就输了 那你一定要得到 一定要赚到 所以各位要无染灼心 无染灼心 你才能够成就慈悲心 所以你在念佛诵经 持咒的时候 要保持这种心态 这叫无烦恼状态 所以各位 从昨天讲到今天 每次我都会讲 五方佛的功德 那各位要多多的去意念 五方佛 来自欺佛如来 来自所有佛菩萨的特殊功德 来转化你自己 这叫念佛 转化我们的自义 哎呀 佛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我也要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所以还没有结婚的小姐 今天有三个男人 那你挑 你要挑哪一个 孝顺的那一个 长得不帅的那一个 贫穷的那一个 为什么 普度众生 结果你才知道说 哇 原来这个 对我最好 让我开悟 如果你执着他的相 这个又有钱 高富帅 完蛋了 哎呀 你赔命了 你开始痛苦了 因为你是用一种贪 而不是一种慈悲 所以不管各位做什么事情 念佛的意思说 以慈悲为导 任何事情只考虑到对方 而不是我的收入 你去找工作 这个公司老板说 拜托你来 我公司快倒了 连一个会计都没有 薪水不高 你愿意来吗 那好吧 他们可怜啊 薪水那么少 我去上班了 哇 哪一天你变老板娘 老板发财了 还娶你呢 所以 那因为你用慈悲心 为动机 所以各位永远是如此 第二 念法 三世佛母 佛之所以成佛 体悟真理 所以各位要多听文佛法 思维 然后呢 修行叫文思修 这个修行 还要放在生活上 很多人把修行说 我跑去闭关 这个住院 修行是要用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上面 保持这种处理心 大悲心 空心 所以各位多看佛经 念一下 皈依 华言经 皈依 地上经 皈依 谱门品 那我们要皈依 这个真理 去按照佛经 去修行 第三 念身 人天 福田 像各位今天好好守八万在戒 也成为生茄的一部分 因为生茄就是以法合合的 叫生茄 所以站在菩萨道 只要发菩提心的部分在家出家 都为人天福田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守八万在戒 所有的天人都等在你后面 你脚下的一颗土 你身上的一滴水 它都会供在天上 因为持戒为人天福田 所以我想这个社会 哪里有乱象 各位不要批评 不要急 自己赶快守八万在戒 念佛念法念身 那透过你的心态一转 世界就会跟着转 环境会跟着转 病苦会跟着转 这就是佛法 你儿子生病了 你千万不要掉入那种烦恼 怎么办怎么办 你儿子生病了 怨恨藏色 自己所平静的所八万在戒 为儿子念 普门品 他不信因果 为他念地上经 然后以这个功德回向给对方 他就会转化 请记住这个道理 千万不要 他痛苦 你烦恼 你这个烦恼再给他痛苦 等于提油灭火 这样了解吗 提油要去灭他的火 那你不是伤害对方吗 所以佛教里面 各位永远要记住 当你内心有烦恼分别的时候 千万不要处理任何事情 当你有心机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决定任何事情 动机不纯 千万不要 所以很多人问我很多事情 我知道他动机不纯 我都跟他讲说 不好 不能 不要 为什么 你的动机不一样 所以动机是一个纯粹的 不能说为了钱的动机 你去照做什么事情 那不符合佛教 所以各位要 生名为清静 清静的意思 所以清静平等 有悲心 来意念的这些祖师大德 这些慈悲的深邪 第四 念天 长寿安乐 一日一夜八观再见 愿升天得七次升天 那乃至一日一夜八观再见 愿往生都帅内愿 必得往生都帅内愿 所以哪怕何况是净土 所以各位呢 我们这样好好持戒 虽然现前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生病了 老了 没钱了 但是这一次是短短的 来世才是无限的 所以各位人生难得 做人的时间真的很短 七八十岁就不错了 对不对 但是七八十岁可以造就 升天的长寿 可以造就未来净土成佛 不退菩提心理的因 所以做人重不重要 不要浪费时间 明天继续守八观再见 不用上班 钱够了就好了 最好是穷穷的过比较好过了 人一有啊 他就想东想西 人没有啊 这好修行 我乖乖 像我要出家 我师父想 不准带半毛钱 天啊 没钱怎么过日子 我师父说 相不相信 我这个人的好处是 OK 我一定相信 因为我要带钱也没得带 因为我太太全部把我封杀 就不要我出家 但是我正好修行 连计划都不用计划 我跟我师父说 本来就没有了 全部卡片被没收了 但是就简单的来出家 什么都没有 连衣服都是借的 但是这样呢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了 了解清静的意思是什么了 所以无所求 所以我想各位念天 现世的苦 无所谓 所以今天最好苦行 好不好 试试看 今天晚上回去 连床都不要睡 找个椅子坐在那边 坐到天亮 东倒西歪 没问题 睡不着 甚至至少这个叫苦行 哇 睡觉 睡觉也那么苦啊 不能躺床 最好方法 今天晚上不要回去 念佛念到明天上午 好不好 也叫东倒西歪 所以我们参加闭关了 七天七夜 不能睡床 所以文书研磨底 七天七夜 不能洗澡 然后就在普团 然后就这样 努力 所以这样不然你就会觉得 自己要享受 我这个身体是我的 所以你要去接受 这些苦行 那当然苦行的目的 不是造成傲慢 消除这个 对一切世俗的执着 所以将来 唯有靠着法 而不要去执着 世间的一切 所以 第五 念戒 清静身心 好好的持戒 特别是菩提心戒 因为由心而引导到 行为果报 对外界世界 那你要怀着菩提心 那么 所以菩提心叫如意宝 不但可以进化 可以满足利益众生的愿 第六 念布施 最重要了 修行都不是为了自己 为自己是所有烦恼痛苦的因 为众生慈悲 才是快乐成佛的因 所以八观在界的 所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都是为了回向布施 所以叫回施 给所有众生 特别是 没有不懂佛法的人 这个世界 是